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李小龙可能身体看起来非常的瘦弱 可是他却把自己身上的肉都炼成了肌肉 而且是最完美的肌肉 比如那有着蝙蝠背的肌肉 让很多人都觉得震惊 但这都是经过长时间的锻炼 才让李小龙的肌肉变得非常的坚固 李小龙平时用的是一个双结棍 就能够打出1600磅的重量 所以想必打死一通牛都不费劲 从李小龙升迁打沙袋的视频中 我们可以看出李小龙的出拳力度 虽然不是很大 可是沙袋却明显的来回晃动 所以李小龙绝对是内力非常强大的一个人 而泰森打沙袋则是力气非常大 沙袋只是轻轻摇晃下 可见还是李小龙更厉害 怪不得泰森害怕他 你们觉得泰森和李小龙谁更厉害呢 欢迎屏幕下方留言 如果想了解更多的取评资讯 记得请关注我们 给大家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